我想大家都知道 現在香港疫情非常嚴峻 這段時間我十分擔心 每一天都跟不同的市民和政府官員 都討論關於如何可以進一步加強防疫問題 最近大家最關心的 其實就是法國有越來越多人確診 亦有些確診的患者要等候一段時間才可以入院 這個情況其實是非常不理想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我們面對一個 社區爆發一個重大的危機 希望大家一定要加強防疫 這段時間希望大家真的忍一忍 盡量可以的話就不要出街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加強 洗手、用酒精搓手液 摸過任何東西都一定要搓手 去人多的地方一定要戴口罩 除此之外 其實政府一定需要再做得更加多 和加強防疫的措施 大家都知道19日之前在外國回來 已經有一群留學生和一些回流香港人士 他們是沒有家居檢疫的 這些人士可能都是到處走 令到加大了我們傳染的風險 另外就算19日之後回來的 19日至22日這段時間 其實也不是所有人都強制要做病毒的檢測 令到這些人 就算他們現在是家居隔離 都仍然未必知道自己有沒有帶菌 14天之後 仍然有機會傳播新冠肺炎 所以我希望政府可以做得到 所有回港人士 如果可以追蹤到19日甚至之前的 全部人都要求 跟他們全部做這個病毒的檢測 如果證實了有事的話 再進一步在醫院裏面治療 因為最近我也接到一個媽媽 告訴我 她的小孩在英國留學 她回來香港 強制家居隔離 是19日之後回來的 她已經擔心她是中了招 雖然她完全沒有任何病徵 一點病徵都沒有 到現在都沒有 但她就安排了她住酒店 接著就找私家醫生 跟她做這個檢測 接著發覺真的中了 接著通知政府 政府隔了第二天才送她進醫院 現在在醫院裏面接受治療 她就問醫生 她完全沒有病徵 是否一定要吃藥 原來也要吃藥 而且是否14天之後 其實都可以離開 原來又不是 因為一定要檢測到 她完全沒有病毒 才會讓她離開 即是說 如果她自己沒有去驗 她自我隔離了14天 其實她就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病毒 她就會回家 和家人一起住 還要是完全不設防 但現在根據醫院的說法 其實是要完全沒有病毒 才會讓她離開 多數現在 一般住院的日期 是17日至22日 所以 其實現在我們社區 也存在一些危機 有很多人 可能 例如19日之前回來 是沒有家居隔離 她以為自己沒有病徵 就沒事 但原來很多年輕人 可能完全沒有病徵 他們都是周遊走 或者跟家人朋友 都有親密的接觸 這樣就可能會傳染這個病毒 所以希望大家 無論你是否需要自我隔離 大家都盡量和每一個人 都保持一些距離 希望可以將病毒的接觸 全部都截斷 這是很重要的 另外 因為有很多人確診 確診了 但仍然在家裡等送醫院 或者在酒店等送醫院 亦都有一些是家居隔離 不知道她是住哪個單位 我收到很多 業主立案法團 以及管理公司 就要求 政府告訴他們 其實確診是哪個單位 家居隔離是哪個單位 現在確診了 代送醫院那些 是住哪個單位 讓他們可以提早 可以在屋院不同的範圍 做些消毒清潔的工作 以及提醒前線的清潔和保安 要加強自己的裝備 他們亦都提到 譬如 那個單位原來已經有確診 有人確診 他又在等送醫院 其實他的家居廢物的處理 都應該通知前線的清潔人員 要有特別的裝備 加強衛生 去保護自己 否則 前線的清潔保安員 其實都會面對風險 就這件事 我已經問過私隱專員 私隱專員告訴我 是的 其實病歷本身是個人私隱 不應該向外公佈 但公共衛生 其實是凌介於個人私隱 所以為了公共衛生的情況 其實是可以公佈 或者不就算你不對外公佈 其實如果管理公司問到哪個單位 政府是可以告訴他 讓他可以做加強防疫工作 就這件事件 我已經向政府多次提出 但到現在還未有回覆 這段時間 我們也有多了人士 在家居等送醫院 所以管理公司有更多管理公司找我 就這件事 我會再向政府提出要求 希望政府在各方面的防疫措施 做得更加好 現在我們醫院都快爆煲 政府是否應該要加強加大 我們的檢疫中心 讓一些可能沒有病徵 等著已經確診了但沒有病徵 等著回家的人士 可以離開醫院 去到一些檢疫措施 或者指定的酒店做隔離 那裏可能有更加加強的醫護監測 在這方面 我覺得政府也是責無旁貸 一定要想多方法 就不要只想現在已經有的檢疫措施 因為如果我們繼續 每一天都有幾十宗的話 我們是不足夠這些 醫院和檢疫措施 政府一定要再想多些 做這個防疫工作 現在到了關鍵時刻 希望我們大家和政府一起都更加努力